來囉 滾滾來囉 滾滾喔 已經看到一點點囉 好可愛喔 兩隻小蟲蟲 睡得很開心耶 欸 腳好... 腳好會動來動去的 喔 好可愛喔 欸 都...都會丟一下丟一下耶 好啦 進來啦 然後我們現在要往哪邊呢 那邊有景區觀光車啦 這個都在排的吧 對不對 對啊 好像還沒有很多人耶 看起來感覺人還好 所以應該是可以搭的 好啦 然後來這邊 建議搭那個景區直通車 如果沒有很多人的話 因為... 一路走上去是散坡啦 所以有景區直通車我比較輕鬆 一張票是10塊錢 然後就在旁邊買票 一張10塊錢 走走走 走走走 應該坐得到吧 坐得到嗎 一輛車13個人 這個... 直通車的票是10塊錢 啊 看起來還是來不及了 有沒有一位的後面 喔 糟糕 一張票一個人的有沒有後面 反正呢 就是... 你進來之後 往右手邊走 會有那個... 直通車幾張10塊錢 如果人很多 可以考慮用走的就好了 那因為我們今天有點懶 我們就搭車吧 它主要是因為 往上走是有點上坡啦 那你可以先到最遠的那個... 月亮餐吧 先看小熊貓 小貓仔 看完之後呢 再一路慢慢逛下來 所以這是... 比較... 算是比較輕鬆的走法啦 好啦 我們的車來啦 好啦 那我們上車啦 直奔月亮餐房 先去看那個熊貓仔 今天天氣也不太好 啊 啊 感覺好像蠻省省力的啊 看來... 看來坐這個車是對的 呵呵呵 平原的感覺 這樣子走啊 蠻累的感覺 蠻累的感覺 呵呵 所以呢就是... 如果可以搭就搭吧 就是... 先搭直通車上去到... 最裡面最高的月亮餐房 然後我們先把小熊貓看完 熊貓寶寶寶看完之後呢 就可以慢慢地逛下來了 就比較沒有那麼大的壓力 如果說你用走了上去的話 你可能要趕著去看那個... 熊貓仔 因為熊貓仔它開放時間是有限制的 好像只有一個小時的時間而已 所以啦 有辦法坐到景區的公共車就大嗎 這坡還蠻陡的耶 其實有點陡耶 這走應該會喘喔 慢慢走啊 已經陡了這個坡 好 我深深覺得 我們坐這個是對的 呵呵呵 When I'm missing home 我感覺上坡好多 好啦 我們下車啦 剛剛我們一路搭上來 就...哇 都是上坡 還好不是搭車 不是走上來 沒有 還可以搭下去 可是我們等一下走下去就好了 因為一路都是上坡嘛 到最上面來 所以其實如果你用走路的話 可能要走... 二十幾分鐘的上坡吧 是蠻辛苦的啦 所以可以搭那個... 景觀車就搭景觀車 10塊錢我覺得花的值得 它的票是可以搭上一下 對 它的票其實是可以搭來回的 但基本上都是搭一趟而已搭上來 因為上坡比較辛苦嘛 那我們搭上來最主要目的是要 趕快來到月亮產坊 那這邊就可以看到那個... 熊貓寶寶 小熊貓仔 那其實熊貓仔寶寶看完之後 後面就可以慢慢來了 對 那今天有點... 算是霧氣蠻重的 熊貓應該會跑出來吧 因為... 為什麼要搶這麼早的時間來 就是因為熊貓在下午的時候 天氣熱的時候都在睡覺 他們通常都在早上的時間吃飯 跑出來吃東西 然後滾來滾去 對... 那希望等一下可以看到熊貓寶寶 感覺這邊也是走蠻遠的喔 來... 可以去搞什麼 要過去一個釣橋 要走釣橋呢 好晃喔 好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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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要趕什麼 這是什麼 這殘房 也會不會贏他偏僻了吧 还要过吊桥 还要找很多密道 大家都是抢着 第一个时间赶快上来 最上面的月亮厂盘 看熊猫仔 小滚滚 等一下看 刚出生那种很可爱的那种 不知道会不会滚 这里是不是 这就是讲说要小声一点不要高声喧哗 但是广播比我们讲话还大声 我不太懂这样所谓的不能大声喧哗 但是广播那么大声 不太懂 看一下这边有那个熊猫的档案 它每个人的那个妈妈都有写 然后它是公母都有写 生日啊 看滚果儿 滚果儿 基本上呢就是 闪光灯 不要用 不要大声喧哗 算管不能大声 来咯滚滚来咯滚滚哦 已经看到一点点了哦 可爱吗 哦哦 可爱可爱 好可爱 两只两只 哎呦 可以丢一下丢一下 演只小熊猫 睡得很开心 欸脚好会动 它脚会动来动去的 欸它后面就是那个保温箱 保温的那种设备 它现在它睡觉呢 都会丢一下丢一下 真的好可爱哦 然后它会丢一下丢一下这样子 好吗 它的脚会动来动 动一下动一下这样 应该做梦吧 欸打哈欠打哈欠 打哈欠 不是打哈欠吗 嘴巴在动 没有 串着串着串着 哈哈哈 就是那个小熊猫就是 串着串着丢着丢着 它毛绒绒的很可爱啊 对啊 串着串着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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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 这样子 是还蛮可爱的 该不会就这样子吧 对就这样 就这样子哦 哦好吧 那接下来我们就慢慢逛吧 好啦我们已经看完那个小熊猫滚滚了 滚滚宝宝 滚滚宝宝 它在睡觉啦没有滚 那个脚在那边动啊动啊 串着串着串着丢着丢着的样子 毛绒绒的其实还蛮可爱的啦 对啊 然后我就看它嘴巴也在嚼什么 可能在梦在 睡觉也在吃吧 梦到它在吃东西了 对睡觉也在吃 然后醒来也在吃 不是一直吃一直吃 好像蛮幸福的 好不错哦 吃饱睡睡饱吃 好啦其实来到全猫基地啊 最重要的就是刚那个 它好像是产季是在八九月吧 所以意思是说我还蛮幸运看到小熊猫的 对刚好我们这个时间点是有小熊猫的 全年不是每一天都有看得到的 而是你要在产季的时候 我问那两只应该是七月份诞生的吧 对应该是七月半分 已经长蛮大只的 有大只的不是很小的 不是那种刚出生那种一啾啾那种 它是稍微有点大了 可是也蛮可爱的 蛮可爱的 超多温度 这种是刺的刺的 在刺啥 那我们现在呢就是看完月亮场房之后 其实就可以慢慢来了 我们就是一路慢慢的逛下去这样子 它也不是说所有地方都是陡坡啦 它其实就是上上下下上下下这样 不过都算是缓坡 走起来算蛮舒服的 等一下看看我们去那个别墅 熊猫别墅就是说比较稍微大一点的 会住在里面 他们这边有时候会有喂食秀 就是要训练他们的腿力吧 所以有点像钓鱼有没有 不过这个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看得到 因为时间不固定 所以有缘就看得到 看不到也没关系啦 反正就是我们就一路逛下去 然后看到就 就幸运没看到就算了虽远 现在很多人还刚爬上山 我们都看完了 诶 这边啊 这边啊 刚那个就是月亮产房 对 小熊猫的产房 那我们现在呢 要去那个大熊猫的别墅 这是我们刚刚搭的那个 警官车 就像这样 你看 是爬上来的 那我们现在要去找那个熊猫别墅 看一下它在哪里 那现在在哪里 那我们现在就是往下走啦 这就是下坡啦 对 比较舒服吧 嗯 慢慢走 然后现在天气就是有点 起雾啊 然后走在竹林里面的感觉 就如雾缭绕这样 对 蛮有气氛的 蛮有气氛的 还不错 就是这样子走在竹林里 然后 起达雾的感觉 还蛮舒服的 还好没有下雨 然后你就看那个往上走的多么辛苦 好辛苦 也可以对比一下一边坐车一边是走的 坐车其实上来还蛮快的 坐车大概六分钟的到 走路要走二十分钟 因为爬坡嘛 慢慢走 慢慢走其实是OK的 所以你看 照练来的好处就是说 我们都已经看完了 然后准备要慢慢下去了 让他们还要上来而已 所以你看我们其实刚没排什么队 有没有发现 所以其实越早来越好 最好是开源就来 我们今天买票还耽误了一点时间了 如果说大家不想要排队的话呢 就是三面连结K-LOOK先订票 对 先订票 直接扫码进来 不就像我们那边排半天 然后结果窗口给我开在那个团体窗口那边 那虽然说有大概好像是七八个窗口 七八个窗口 但是只开一个 而且还给我开个团体窗口 所以一般那个团体窗口 不会有人排队嘛 结果今天 结果全部的一窝窝过去这样 还有我们大家都排了快十分钟嘛 就没有搭到第一台那个 观光车 如果一下要搭到第一台观光车 你根本就什么都不用排 就直接就是 过去看完马上下来 轻松多楼 如果各位旅伴啊 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记得帮我们按个赞 然后记得分享给你的所有的旅伴 记得订阅哦 最重要是什么 最重要是要开启小铃铛 对 开启小铃铛 那我们现在在四川成都 熊猫基地 你出发了吗 希望我们可以在接下来的旅行路上 遇见你哦 下期见 下期见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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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